谈过冲突管理的概念之后呢 就可以来谈更为积极的建设性的沟通的原则 这个建设性的沟通原则也可以说是 比较有建设性的管理冲突的一些原则 那我把美国的沟通专家T-Words的看法 重新解读之后呢 做了以下的整理 那我认为呢 建设性的沟通呢 就是沟通的双方或多方之间 愿意以多引为前提 那沟通的时候能够三思 还有愿意用心聆听 然后再表达 那在表达的时候呢 要懂得看时间跟地点 那最后呢 就是沟通的时候 发生冲突要能够宽容以对 具体的做法 在三思这个层面是这样子的 那要先思考再来争执 不要倒过来 那沟通或者是冲突的时候呢 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 或者是感觉蒙骗住 而失去了理性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件 那再来就是说 在沟通的时候呢 要去想想看 双方之间在观点上面 哪些是相同 哪些是不同的 还有要思考 如果我们要反驳对方的意见 先想想看 他的话到底有没有道理 那如果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那是不是他有他的优点在里面 那再来的话 如果有问题要解决的话 应该要互换立场 正在对方的立场 为对方想出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这样说起来的话三思就是表示多 并不是只有三件 再来呢就是倾听 这个倾听 就是我们在第八讲 所提到的那些正面的 机器的那个聆听的一些原则 那很重要的就是用心聆听 那用心聆听 可以听出对方的想法 感觉或者是需求 那这些要点在这里再复习一次 更希望大家能够把它用出来 那至于后语 就是思考完之后再说 是用诚实的态度 负责任的语言 表达出来自己的正面和负面的感受 不是只要讲正面的就好 负面的也要把它说出来 但是是用负责任的话 非情绪性的话把它说出来 那后语呢 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在倾听完毕之后 要去把对方话的意思 再重复一次说给他听 这是要跟他求证 我们所理解的跟他所表达的是不是有若差 那再来的话呢 要说些什么呢 就是说不要因为被情绪所影响 而偏离主题或者是翻旧帐 接下来是要看时间来说话 那这个时间很重要的是 我们不要在生气的气头上跟别人发生争执 要懂得去掌握有效的沟通时机来沟通 那什么就是一个有效的沟通的时机 就是大家有意愿要沟通的时候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那再说一次 就是大家有意愿沟通的时机 就叫做最好的时机 那当然呢 我们是要避开无效的处理冲突 或是沟通的时机 像大家已经很累了 没有办法专注的时候 那就要暂时停止沟通 那再来呢 就是沟通的时间要能够充裕 不要匆匆忙忙 利用一个吃中餐的时间 还有吃完中餐就要休息短暂的 可能有十分钟的时间来讨论 单位里面的重要的事情 那大家呢会没有心思的 再来就是世地 所谓的事地呢就是要看地点 那思想呢比公开场合更适合来处理冲突的问题 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 但是要做到并不容易 因为我们在气头上呢 往往顾不得很多 哪里会去管 这是什么样的地点 就想把自己的愤怒给发泄出来 最后一项呢就是宽容 那T Wood特别提醒大家说宽容呢 要适度 那为什么呢就等一下再做解释 那所谓的宽容呢是放下我们对他人的敌意责难 来原谅他人 另外呢很宝贵的就是说在我们可以坚持我们意见的时候 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听别人的 还有呢可以把我们的那个需求先放在一边 先尊重别人的需求 那至于什么叫做那个适度的宽容 因为T Wood的说啊 这个宽容有可能被利用 所以呢当我们发现到我们的宽容 被得寸禁止的利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停止 那停止的话可以让我们自己免于受伤 同时呢也不会发生纵容别人 宠坏别人 间接导致他受到伤害的这种情形呢发生 那以上呢 这个建设性的沟通的一个原则 是不是非常的理性吗 也可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沟通的原则 在我看来只有天上的众神呢才能够办得到 那凡人呢要用这样的理性的态度来沟通 其实并不容易但大家互相勉励吧 那了解完这个建设性的沟通原则之后呢 我想要请大家就试着运用建设性的沟通原则来 为薛宝采跟贾宝玉这一对夫妻做一些建议 协助他们创造双赢的夫妻生活 那用这种角度来跟大家说呢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 也不妨把我们当成是沟通梦里面的人 那也可以呢 把薛宝采跟贾宝玉拉到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来 我们扮演一个婚姻资商的这样的角色 来给他们一些建议跟提醒好了 那其实这是我们学习单上面一个问题 那这一段内容呢 是讲义的116页 问题与讨论2 最后依然利用加分问答来复习我们这一讲的内容 这次只有两题 第一题是上完本讲之后 你对于冲突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 第二个问题是 冲突管理的概念分为哪三种 他们的要点各是什么 通常你会以什么样的概念来管理冲突呢 第九讲的说明到这里完全结束 谢谢 谢谢